JR、私鐵 你是不是也有聽過這些日本鐵道的種類呢? 而這些種類主要是以營運方以及資金來源的種類來做區分的 從最粗淺的分類來說 日本所有的鐵道都分成兩種 就是國鐵和私鐵 國鐵就是現在的JR 而JR現在則分割成六個旅客會社 也就是JR北海道、JR東日本、JR東海、JR西日本、JR四國和JR九州 以及JR貨物和其他組織 而JR的營運範圍 除了有本業也就是鐵道部門 包括了一般的再來線也就是傳統鐵道 還有新幹線也是JR來營運的 除了這些本業之外 JR還有其他的事業 比如說有來台灣展店的JR東日本飯店 還有JR九州有在經營韓國到日本的高速船 而如果把私鐵再往下細分 大致可以分成三種 也就是 私鐵、公營鐵道和第三鐵道 而私鐵又可以再細分為大手私鐵和準大手中小私鐵兩種 大手私鐵 顧名思義就是比較大型的私鐵 全日本總共有16社 分別是東武鐵道、西武鐵道、東極電鐵、金極電鐵、香魔鐵道、金王電鐵、小田極電鐵、金城電鐵、東京地下鐵、明古鐵道、晶極鐵道、金板電鐵、板極電鐵、板神電車、南海電鐵、還有西日本鐵道 而這些鐵道公司也和JR一樣 除了本業的鐵道事業以外 還有其他的 多半是房地產相關的事業 而另外一個 準大手和中小私鐵 而這類型部分的鐵道公司 是屬於上述所提的JR和大手私鐵的子公司 例如 TOKYO MORORERU 是JR東日本的子公司 然後養老鐵道 是進擊鐵道的子公司 而地方性的鐵道公司 多半是屬於這類型的 他們所經營的鐵道路線 多半就是地方鐵道線 也簡稱為地鐵 這類型路線都是通常利用著比較少的路線 例如 秋溪鐵士道、吊子鐵道和大井川鐵道等等 經營這種地方鐵道線的鐵道公司 也被稱為地方私鐵 公營鐵道 也就是由地方政府所經營的鐵道 而這類型的鐵道 多半是以地下鐵、路面電車和新交通為主 像是東京都交通局有在經營都營地鐵 還有都電、荒川線等等 中文翻譯成第三部門鐵道 中文翻譯成第三部門鐵道 而這裡的第三部門指的是 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共同出資所成立的公司 而這些鐵道主要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興建或營運興建的路線 例如沖縄網路線、沖繩單軌電車 還有接收私鐵或國鐵JR的舊油路線 例如岩鐵金和鐵士道 這家公司就會接收在東北新幹線通車之後 JR的東北本線聖鋼到牧石路段 而還有另外一種是貨運的鐵道公司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